接下来就到了我最感兴趣的环节 用泡菜怎么搭配甲鱼做菜呢 在正式制作前 马大哥先拿出一碗大米 熬了一大锅米汤 并说这米汤一会儿自有妙用 接下来他才开始处理甲鱼 去掉内脏的甲鱼 放入锅中焯水 随着温度上升 表皮开始起皱 甲鱼全身覆盖的这层膜 是腥味的来源 必须去除干净 这还必须得趁热是吧 对对趁热 你看表面上一层皮 对就该往下撕了 对 感觉这撕扯的很过瘾 一大片的那种 给甲鱼脱皮是件考验耐心的工作 裙边和四肢的细微处也不能放过 脱皮完成 去掉甲鱼爪 嘴和尾部 砍切成块 现在就要把这个甲鱼煸一下门 对 配分的要扁干 然后去腥 花椒 还有白酒 这些都是去腥利器 保证它最后没有腥味才好 对对对 是吧 好 菜籽油和猪油 两种油脂相互调和 加入泡浆 泡蒜 泡海椒末炒香 它们共同为甲鱼肉 披挂上一件艳丽的横袍 辛辣的味道令人食物大振 此时加入高汤 大火烧开 再小火慢微 接下来 食锦泡菜天团隆重登场 泡蒜 泡羊姜 泡紫姜 泡青辣椒 泡红辣椒 泡野山椒 泡地残 泡酵桶 八种泡菜搭配组合 泡菜的盐味较重 需要焯水去掉表面盐分 再煸干水分 甲鱼小火慢微20分钟后 加入边香的泡菜 之前熬的米汤 这时就派上了用场 马大哥介绍说 用米汤进行勾芡 由于米汤中含有淀粉 可以产生糊化反应 达到粘稠的效果 而且米汤中的淀粉含量不高 不会像用淀粉勾芡一样 过于浓稠 在出锅之前 淋入牢骚汁 用牢骚汁的甜味 平衡泡菜中过多的酸味 从旁边轻轻推 换个方位推 容易太医死地推到 铲得容易破 对对 容易破 所以让它自己慢慢地收汁 好正不扒锅就是 此时 甲鱼肉的浓香 泡菜的酸辣 以及牢骚汁的甜香 三种滋味彼此交融 用泡菜的酸爽去中和甲鱼肉的肥腻 没想到竟然搭配出独特的口味 有着浓浓的川味特色 有着浓浓的川味特别